在我们的实际业务中呢 我们应该在什么时机去触发我们的搜索记录添加呢 那应该是在我们输入搜索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test 这样的话会显示出我们的一个搜索结果 搜索结果出来之后呢 我们去点击我们的搜索结果 这个时候应该会在我们的搜索记录里面去添加一条 那么我们现在去把我们的一个搜索结果 我们去实现一下 回到我们的代码中 我们怎么去实现我们的一个搜索结果呢 我们先把这个button我们先给它删掉 我们暂时也用不到 我们要去做搜索结果的话 肯定是在我们这个位置 我们有一个label label bugs 这显示我们的是搜索历史 那么我们需要在下面呢 去给它写一个标签 这是我们的搜索结果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字段去标识一下 我们当前呢 是一个搜索记录 还是我们的一个搜索结果 那么字段呢 我们起个名叫 叫easehistory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true 默认我们的页面进来之后呢 它是一个搜索记录 那么我们需要在这里给它去添加一个条件 if等我们的easehistory是true的情况下 我们去显示这一部分的内容 否则呢 vg else 我们去显示下面的内容 那么我们先把我们的搜索结果的页面 我们去制作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去制作呢 首先把我们的值 我们先给改成一个force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显示的是搜索结果 搜索结果其实跟我们首页的卡片内容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里直接把我们卡片的内容 拿过来是不是就可以 所以我们这里呢 使用一个list list-school 我们使用一个滚动的组件 其实我们整体的写法呢 应该跟我们list list-item 跟我们这里边的内容是很相似的 那我们就把它这个内容呢 我们直接去拷贝过来 那我们直接把它放在我们的最外层 这里我们给它一个vg else load more 我们就给它去掉 不要了 那么我们这些内容呢 我们先给它删掉 我们暂时不用 我们去给它处理一下 首先我们要去处理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我们的一个list的一个数据 list我们数据应该跟我们 在这里 我们的数据应该是一样的 我们暂时先把我们的 这个函数呢 我们先给它拷贝过来 get list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放到我们的master里 然后去删除一些我们不用的内容 我们像这些内容呢 我们可以都给它干掉 然后name呢 我们给它一个全部 page我们选择一个1 然后page size呢 我们给它一个20 我们先把我们所有的数据请求出来 最后给我们返回了一个内容 内容呢 我们也都给它删掉 我们去定义一个 this.search search list 去存放我们的数据 让它等于一个data 然后呢 把我们的search list 我们在data中 我们去给它一个初始的值 是一个空数组 这里呢 我们去加个逗号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去循环 循环的话 那么我们这些内容 其实就是一样的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有没有是正常的 还不行 我们要去调用一下 我们在unload里面 我们去调用一下我们的 this.search list 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请求到了 我们的数据吗 这相当于是我们搜索后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去滚动我们的页面呢 当然也是可以正常的去滚动的 然后我们去处理一下 我们搜索的一个逻辑 搜索我们怎么去做呢 肯定是需要在我们的这里 change里面 如果当我们去搜索的话 我们需要去调用一下get list 同时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value传给我们的get list get list呢 然后去接收一下 接收到我们的value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些内容 去传递给我们的云函数 这样的话 我们的云函数再去请求我们的数据 这是一个完整的搜索流程 当然现在这个云函数呢 它是获取我们列表数据的 并不是我们真实的去搜索的 因为这个函数呢 我们还没有去写 那么我们先来去模拟一下这个情况啊 我们暂时先调用一个get list 我们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在这里去打一个日志 同时呢 我们在这里去调用了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我们刷新一下 这里我们要去搜索 我们输入test 你会发现 我们每一次的输入都会触发一次请求 这样的话 我们的请求是很频繁的 所以我们要去限制我们的输入 让它每隔500毫秒或者每隔一秒 去请求一次数据 其他的时间呢 等待我们输入完 这样的话 我们的数据请求就不会很频繁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要去怎么做呢 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我们在这里 我们先把它给它注释掉 首先我们要去做一个标记 标记是什么呢 我们写个if 如果Z4.2 我们去声明一个变量 Marker 这个Marker呢 我们其实并不会在我们的页面里去渲染 所以我们不用在我们的data中去声明 那么Marker最初呢 它肯定是一个andefine 因为并没有这个变量 所以如果说它是andefine 或者是false的情况下 我们才去触发我们的搜索 我们把搜索我们放在这里 同时呢 我们只要是进入到这里面 我们就要Z4.Marker 等于一个处 我们把它设置成处 设置成处之后呢 我们再去声明一个timer 等于什么呢 等于setTimeout 我们去给它指定一秒钟的时间 一秒钟之后 我们去实行一个搜索 同时啊 我们在这里搜索一秒之后呢 搜索完成 我们再把我们的Marker呢 去给它设置成一个false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限制我们的一个请求次数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去搜索test 它还是没有去给我们触发 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应该写一个探号 如果它是andefine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走入到这里面 之前是把它设置成了一个tree 所以我们始终是进不到这里面的 现在我们再去试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阴命 清空一下控制弹 我们输入一个test 一秒钟之后 会给我们请求成功 哪怕是我们频繁的输入 它也是一秒请求一次 对不对 它就不会像之前 我每次输入 它都会去给我请求了 这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 请求延时的一个效果 那同时来看一下我们的页面 这里我们的input 我们的样式可能有个问题 它并不是占百分之百的宽度 那么我们需要去把它改一下 我们回到我们的nevbar里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input 这里有一个类名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宽度 是百分之百 这样再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我们的页面就可以正常的去显示了 然后我们要去处理什么呢 我们要去处理一下 我们实际的请求数据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 我们在我们的clode functions里面 我们去新建一个云函数 然后呢我们叫getsearch 然后我们需要去写我们search的云函数 其实我们想一下 我们搜索的云函数 返回的数据 是不是跟我们列表的数据 其实是一样的呢 唯一不一样的是 我们有一个请求三数 就是我们要搜索的内容 我们要传给我们的云函数里 那么我们的列表呢 是不存在这个参数的 那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列表 全部复制过来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呢 我们去给它替换一下 这是我们getlist里面的内容 首先我们不需要分页 我们搜索列表里 我们不需要分页 我们把它都干掉 同时呢 我们这里需要传入一个value 我们也不需要去判断 我们是不是全部 我们把它都干掉 同时呢 我们match 我们这里也不需要 我们去干掉 那么我们其他的条件 其实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呢 这里我们分页 我们也去掉 我们下面都给它删掉 这样的话 就会去请求我们文章里 所有的数据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 去处理数据的时候 我们在返回数据之后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 点match 去筛选 去筛选 筛选我们传进来的value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这里我们去接收一个证责 我们去按title筛选 我们就这里写一个title 就是我们的文章名 我们new一个 证责 然后把我们的value传进来 其实就可以了 这就完成了我们一个 搜索列表的查询 然后我们去上传 部署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去等待它上传完成 然后呢 我们回到common里面 AP list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里呢 export一个 get search 等于data 然后是一个箭头函数 然后return一个什么呢 $http 给它传一个参数 参数我们是一个ur ur就是get search 同时呢 我们把data也传给它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一个API的注册 我们只需要去调我们的get search 就可以 那么回到我们的home home search 我们把其他页面我们关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就把get list 换成我们的get search 是不是就可以 name呢 我们换成value value这里就传入 value就使用这里传入进来的 就OK 把后面的删掉 保存一下 同时呢 我们把我们的函数名 我们也改一下 改成get search 然后保存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里呢 我们刷新下页面 这里说我们的get list不存在 它不是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看哪里去调用了 我们一个get list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就把它删掉就行 我们没必要在初始化的时候 去调用我们的搜索函数 回到页面里 我们刷新下页面 那么我们搜入一个 什么内容呢 搜入一个node 这样的话就会把node 相关的数据给我们返回了 如果我们再去搜入一个前端 就会把我们跟前端相关的内容呢 返到数据里面了 这就完成了我们一个搜索的内容 但是虽然我们搜索成功了 如果说我们去删除呢 你会发现我们删除完了之后 我们的内容它是没有操作的 因为我们没有去处理我们一个空的情况 我们在删除之后呢 在一秒之后 其实它还是请求的我们删除前的那个操作 就是我们的value嘛 所以这里啊我们把它都删掉 我们需要去判断一下 value是不是等于空 value如果等于空的话 或者value不存在 我们干脆直接探好 这样就可以 我们retend一下 不让去走后面的流程了 然后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清理一下我们的定日器 再撕点timer 清理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marker 给它设置成一个force 然后再去调用我们的get search 这样的话 我们哪怕是空的话 我们也会去进行一个搜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输入node 现在呢会给我们把内容请求回来 如果我们把node删除掉 那现在请求的是我们所有的数据 可以看到我们请求了18条数据 虽然说结果不对 那说明我们的删除 就是搜索的逻辑其实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只需要在get search里面呢 我们再去处理一下 如果value 不存在或者等于空的情况下 我们在这里也get去retend一下 然后呢让我们的search list 等于一个空 同时呢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变量吗 是否历史记录 我们把它设置成处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再保存一下 同时呢把我们的一个这里 改成一个处 保存之后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初始看到的是我们的搜索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去搜索一个node 没有变化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去设置了一个ishistory 我们搜索的时候没去设置 搜索的时候 我们如果正常搜索的话 我们应该把它变成force才对 然后回到页面 我们再去搜索一下node 可以看到呢 我们搜索成功 如果我们把内容删除掉的话 会显示我们的搜索页面 现在我们的逻辑就已经正常了